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数据库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数据库技术回顾 我将带领大家共同回顾数据库技术 一共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数据库技术简介 数据库的产生 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 人们使用纯手工管理纸质数据 将这些纸质数据放在专门的档案室中 然后要进行编号放在某一个档案柜中 这是最早期的纯手工管理的纸质数据的方式 当计算机技术产生以后 人们开始将这些档案数据进行数字化 使用在词盘上的文件系统来存放这些数据 也就是档案使用文件系统来进行管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产生了我们现在的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这些数据库管理系统 仍然是将这些纸质档案的数据化信息放到计算机中 但是使用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进行管理 也就产生了专门的数据库服务器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来讲什么是数据库呢 数据库提供了组织和存储数据的功能 数据库所提供的这种组织和存储数据功能 就像手工数据管理时代的 档案位 档案核等等 其次 数据库提供了高效获取和处理数据的功能 在手工管理档案的时代 对档案进行分类存放 对档案进行编号等方法 就是为了方便档案数据的获取 在非数据库时代 要处理档案数据 难度是相当大的 需要大量的人工来进行处理 最后 数据库是信息系统的核心技术 现代信息系统 基本上都不能够脱离数据库技术 因为信息系统的核心就是数据 这些数据只有存放在数据库系统中 才能够更好的组织与管理 才能更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 常用的数据库系统有哪写 数据库技术产生以来 其数据库的模型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早期的有层次模型 网状模型 后来发展到了关系模型 那么我们当今使用的数据库 有大量的关系模型的数据库 最像关系数据库的代表就是 Post-Gree Secure Wongodb Redis 当然 还有其他一些能够数据库 在一个项目中 我们要使用数据库 必须要了解数据库表的基本设计 下面我们来看数据库表设计的方法 那么开发一个信息系统 首先要根据项目需求分析 来建立EA模型图 所谓的EA模型图 中文的名称就是 尸体联系模型图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一个以图书管理为中心的EA模型图 我们看到这里面所列出的 这里面举行区域所框起来的对象 就是尸体 比如借书人 图书以及出版社 我们称为尸体 而借书人下面这个椭圆形 所框起来的与借书人相联系的 就是借书人的属性 比如借书证号 姓名 单位等等 这些实体之间通过某个动作 或者是某个方面来进行联系 比如出版社 出版图书 那么我们把这个合起来 就称为EA模型图 即实体关系模型图 进行顺库表设计的第二步 就是要将实体关系模型图 转换为关系数据库模型 也就是将它转换为表的形式 下面我们看 比如我们这里面将出版社 这个实体转换为一张表 那么这个表就具有 以下几个列 社名 地址 电话 邮编 以及电报编号等等 就是将这些所有的实体 转换为表格 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 实体联系模型 下面我们对照这个 实体关系模型 来了解一下 如何将实体关系模型 转换为关系型数据模型 在转换关系模型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主关键字 主关键字是指 对于出版社这个实体来说 它的某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用某一个熟性 来作为它的唯一标志 比如出版社的出版社名 这个熟性 就可以作为某一个出版社的 唯一标志 而对于这个表来讲 就相当于 对于出版社这张表 这个社名就可以唯一标志 出版社这张表的唯一的一行 外界的作用 就是用来建立表之间的联系 也就是实体之间的联系 比如这里的图书实体 和出版社实体 我们为了让他们建立联系 可以在图书这个实体当中 设置一个出版社的熟性 而出版社的熟性 是引用或者是 必须是出版社这个实体当中的 某个熟性的值 这样图书和出版社之间 就通过了图书的 在图书这个实体中 所设置的熟性 出版社名建立了联系 我们就称图书当中的 这个熟性出版社名为外界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如何将实体联系模型 转换为表 将实体联系模型转换为表 无外乎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对一的关系 第二种情况是一对多的关系 第三种情况是多对多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对一的关系 如何建立关系模型 对于一对一的关系 我们要建立关系模型 是非常简单的 直接使用外界来建立 尸体之间的联系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要在这个 第二模型当中 添加一个社长模型 那么社长就和出版社 这两个尸体之间 就是一对一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要建立表的话 首先建立一个社长表 那么社长表呢 包含姓名 电话 以及性别 其次是出版社表 出版社表要和社长表 之间建立联系 我们就在出版社的属性当中 增加了一个社长姓名的属性 那么此时 社长姓名就是一个外界 它必须引用社长表当中的 姓名 因此一对一的关系 就是建立两张表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使用外界进行建立联系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一对多的关系 对于一对多的关系 我们仍然简单的使用外界 来建立联系 我们看 使用外界建立联系的 一对多的模型 出版社和图书之间的关系 一个出版社可以出版很多种图书 此时 我们在图书这个表中 增加了出版社名作为外界 对于出版社出版的多本图书 它都具有同一个出版社的名称就可以了 所以图书这个实体中 我们增加了出版社名作为一个外界属性 那么这就是一对多关系的转换 最复杂的就是多对多关系的转换 多对多关系的转换 仅仅使用外界建立联系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单独的建立一张用来联系的表 比如这里的借书人和图书之间的关系 是多对多的关系 那我们看图书要建一张表 借书人也要建一张表 那么这两个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单独建了一张联系表 叫做借约表 也就是借约表 它有一个外界 是借书人的外界 为借书正号 同时它还具有另外一个外界 书号是图书的组件 那么这样呢 图书和借书人这两个实体之间 通过借约表 就建立了多对多的联系 当我们将实体联系模型 转换为关系型表以后 我们就需要选择使用数据库 并且呢 使用SQL差语语言来建立数据库 所以我们下面具体的了解一下 数据库查询语言 数据库查语语言 主要的命令包括以下几种 一个是创建表 插入表 查询表 修改表 以及删图记录 下面我们具体通过实际的操作 来回顾这几种 SQL查询语言的基本命令 这里以SQLite的图形化 客户端SQLiteMan 来演示 SQL查语语言的基本使用 首先 我们新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的名称为test.db 建立数据库以后 我们需要建立表 就使用这个查询语言的create 比如我们这里面要建立一个出版社的表 这张出版社的表具有name 建立一个出版社的表现 它的类型为文本 电话列 类型也为文本 地址列 类型为文本 由边链 由边链 post id 地址为文本 这里我们定义name为主关键字 用primary 这样我们就写完了一个create语句 单击查询 单击执行查询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查询已经成功 也就是我们建立了publish的这个表 我们从左侧的这个竖型窗口中 可以看到这张表已经存在了 现在我们再用create table 来建立另外一张表 就是book 我们修改这个create table一句 图书表要具有 图书表要具有 图书的编号 比如我们用book id 它的类型为整形 定义它为主关键字 图书也要有名称 这里面仍然有name 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主关键字了 然后是定义图书的价格 价格呢 我们用估点数来表示 估出的数量 数量呢 是整数 我们用整数来表示 然后我们要定义图书的分类 这里我们用文本型 最后我们定义图书的出版社 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一个外键 它也为文本类型 定义外键 我们要使用foreign key 指名外键的列名 然后指名它所参照的表 以及参照表中的列 这里面所参照的表就是population 参照的列就是这个表中的name 我们执行这个cuitable语句 好 这里面呢 一个错误 在这个位置呢 少一个括号 重新执行呢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查询呢 就已经成功了 说明啊 我们已经成功了 建立了两张表 一个是book 一个是publish 然后呢 我们使用insert语句来插入数据 比如我们首先在publish当中 插入相应的数据 这个insert语句的写法如下 用insert语句 用insertinfub tublish 就是表的名字 下面呢 要列出表的列名 包括name telephone access 以及postid 下面是要插入的数据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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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执行它 那么数据查询成功 再次修改这里面的数据 再次执行查询 这样在表中就具有了两条数据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select语句 来查看这个表中的所有数据 实行这个查询 可以看到表中具有两条记录 都可以看得到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使用音色的一句 向book这张表中 插入相应的数据 这个表中的表中 我可以记得语句 这个表中的表中 这样的表中 下面呢 我们可以用评论 看得到 看得到 这种表中的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hook id为1 名称为 heysen 价格为 65 数量为三册 分类为编程 然后出版社的名字 我们用a publish 就是这个位置的值 然后执行这个查询 可以看到数据已经插入 现在我们修改这个语句 多次插入多个多本教材 多次插入多本书 再次插入多本书 再次插入多本书 这个类型我们也修改一下 这行 再插入一个数集 再次执行 然后呢 我们通过select语句 可以看到 书籍这个表中 具有哪些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插入了四本书 这就是select语句的基本使用 以及如何向表中插入数据 下面我们看 如何用update语句来修改表中的数据 比如 这个表中的storyb这本书 我们需要修改它的价格为30 我们使用update语句 我们让它的价格等于30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执行 如果执行的话 那么所有的数的价格都变成30 我们要选择 用well 当它的book id 为40 我们修改它的值为30 这是我们执行它 那么查询呢 成功 仍然用select语句来看 我们查询的结果 可以看到 此时 这个id号为4的这本书 它的价格呢 变成了30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的update这个语句的使用 现在我们来看 select语句的复杂的用法 select语句不仅可以简单的查询 表格 而且呢 可以做一些复杂的查询 首先第一个 select语句可以指定查询反复的列 比如 我们只查看这个书的名称 以及它的分类 此时我们可以在这个select语句当中的这个信号给它修改成为nam 我们再次实行它 可以看到这个表中只列出名称以及分类 其他的表 其他的属性呢 没有列出 那么这是select第一种使用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使用tovel一句来指定 要列出的哪一本书或者是哪些类别的书 首先列出指定id号的那本书 比如我们列出id号为2的这本书的名称以及它的分类 在well语句中我们还可以进行逻辑上操作 比如我们希望查询这个表中价格大于60 或者呢是小小于30的书籍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可以在well中添加呢 这个在逻辑上的条件 比如这里面我们写上 price 就是价格大于60 或者我们用all来表示price 小于30 这样呢我们知情它 可以看到 它列出了价格大于60 或者呢是小于30的这两本书籍 这是well条件的使用 select语句还可以使用排序分组 以及效率重书 现在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看如何排序 排序呢要使用子句 order by 比如我们以价格来进行排序 这里面呢我们列出所有的值 最新它可以看到价格呢 从低到高来进行排序的 这是felect语句的 order by 主句默认的排序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分组 比如我们用 类别来进行分组 最新它 可以看到分组以后只列出某个组中的一个对象 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select语句 交出重乎 比如我们要获得这本这个书籍表中的出版社的名称 可是呢我们可以使用 distinct来获取 这里面呢就是效率重乎的 列名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本这个书籍表当中的 所有的出版社名称是无重乎的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自列的语句还可以实现统计的功能 比如我们要获取这个表中 比如数据表中 所有的书的数量有多少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使用一个上盘数 数据的数量 我们要统计数量是quality 执行这个语句 返回的值为12 也就是总共的数据数量为12本 那么除了三个函数以外 还有呢 技术求平均值和最小值最大值 比如我们要查看 这个书籍表当中 最便宜的书是哪一本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D-Lag 用M-R-N这个函数 价格 试行它 可以看到最便宜的是20 如果我还需要同时列出价格最低的这本书的其他信息 比如它的名称 数量 分类 以及出版社等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函数的前面增加这些项目 比如这里面增加它的名称 数量 分类 这样呢 我们再执行 可以看到查询的结果 不仅得到了它的最小价格是20 也就是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它的名称 数量 以及分类 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是D-Lag 语句的基本使用 当然D-Lag 语句查询 还有更加复杂的查询 这里呢 我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删除语句的使用 也就是如何从数据汇表中 删除某一条记录 从数据汇表中删除某一条记录的方法也很简单 比如我们要删除 这张表中 删除某一条记录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 删除某一条记录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 删除某一条记录的方法也很简单 删除某一条记录的方法也很简单 那么查询成功 此时呢 表中的数据即被删除 我们可以用D-Lag的语句 来查看 可以看到 出变成了300 那么这是删除语句的使用 这个查询语言 我们就介绍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本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了解数据库表设计主要有哪几种情形 也就是如何将一对一 一对多 以及多对多的情形 设计成关系数据库表 第二 根据本节课的ERQ来练习 这个查询语言的使用 一直到熟练为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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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